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公司老板给员工发了一亿美元的工资 让员工以半人半马的方式 生活五年的美国科幻喜剧电影 抱歉打扰 大家好 这里是盲弟讲电影 燃主格伦是一名生活穷困潦倒 并且还没有一技之长的黑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 竟然有自己的女朋友 两人因为交不起房租 只好选择住在叔叔家年久失修的车库中 这里不但空间局促 天花板还经常漏雨 而且每当两人准备做一会亲密运动时 车库门总会非常神奇的自动打开 但就是这样一个破车库 也是要交房租的 虽然不用交太多 但是格伦还是拿不出钱 于是他只好开着 从废铁站里买回来的九手汽车出去找工作 很快 格伦就应聘上了电话销售的工作 毕竟这里的入职门槛很低 只要你会说话就行 这里的公司职员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公司上层工作的超级推销员 他们每天会乘着一部黄金打造的电梯上楼办公 而且他们每个人的薪水都非常丰厚 个个都开着豪车住着豪宅 而另外一种是在公司底层工作的普通推销员 格伦正是要在这里工作 这里的员工每天都要打无数个电话 但却只能拿到微博的工资 第一天上班的格伦元气满满 很快就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然而看似十分简单的推销工作 实则却非常困难 毕竟这种打电话的推销方式 一般会被人们视为骚扰电话 格伦接通电话后 刚说出抱歉打扰这四个字 对方就下意识的挂断了电话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经验不足的格伦一单也没卖出去 此时隔壁的老员工好心提醒格伦 想要在这里赚钱 你应该试着模仿白人的口音与客户对话 因为黑人粗糙的声音 总是给人一种穷酸和不自信的感觉 而白人的声音 则会让人感到成功人士的轻松和高贵 也更容易让客户们听下去 幸运的是 格伦在模仿方面天赋异禀 于是他凭借着这口流利的白人口音 卖出了一笔又一笔的订单 薪水也是越来越丰厚 格伦逐渐成为了普通推销员中的焦点 就连女朋友也被吸引到了格伦的公司上班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有订单几乎全被格伦揽收 这就导致公司底层的其他员工无事可做 而每个月的工资也与格伦相差甚远 甚至连老婆孩子都快养不起了 于是他们为了提高公司待遇 打算在电话推销的高峰期罢工20分钟 这让格伦十分纠结 毕竟自己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如果因为罢工而失去工作 那就太可惜了 可他又不想成为公司底层员工中的叛徒 最终他还是不情愿的加入了罢工计划 可就在这时 格伦被上司叫到了办公室 原来是格伦的才华被上司看中 于是上司想要提拔他为超级推销员 这让格伦感到十分惊讶 兴奋之余还不停的感谢上司对自己的重用 第二天 格伦西装革履的来公司上班 一名女助手 在输了长达几十位的电梯密码后 格伦乘坐电梯来到了公司上层 来到上层后 格伦不禁感叹 没想到这家公司竟有如此之大的规模 随后一名上层的工作人员 开始为格伦介绍工作 和楼下的普通推销员相比 超级推销员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大买卖 有军火贸易 有人力买卖 每一笔订单至少都会得到上千万的利润 所以公司对底层员工的罢工毫不在意 因为那里只是公司用来发掘人才的地方 毕竟公司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上层 而这家公司最大的客户 是一家名叫无忧的人力贩卖公司 无忧公司是一家专门为穷人们 免费解决衣食住行的人力公司 但穷人们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与公司签订终身合同 并以工具人的身份 任由公司对自己进行买卖 而且他们每天都要工作长达14小时 除了吃饭睡觉 无时无刻都在工作 毫不避讳的说 这其实是一种现代的奴役制 而格伦的工作就是当做中间商 为无忧公司做代理销售 因为涉及到了人权自由问题 格伦刚开始有点无法接受 可当他看到无忧公司给出的丰厚报酬时 格伦立马就心动了 后来一个接一个的订单从格伦手中卖出 格伦也在这里赚得盆满钵满 走上了自己人生中的小巅峰 还清房租这种小事就不用说了 格伦现在已经住上了豪宅 开上了豪车 而且和女朋友做亲密互动时 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打扰 没过多久 格伦的业绩就超越了公司所有推销员 而格伦更是受到了无忧公司董事长的青睐 甚至还拿出更高的薪水 打算把格伦挖到自己公司 格伦见对方十分有诚意 于是便答应来无忧公司上班 可能是因为无忧公司的传统文化 董事长让格伦加入自己公司之前 吸食了一些白色的小粉末 还逼着格伦一起看小视频 可时间不大 吸食了白色粉末的格伦顿时来了尿意 董事长告诉他 那个翡翠绿的门就是厕所 但格伦一时心急 误把一个原谅绿的门当成了翡翠绿 结果 格伦被吓得不轻 赶紧转身逃跑 却与闻声而来的董事长撞了个满怀 格伦刚想问董事长 里面的东西是什么鬼 然后就被董事长拉回屋里继续看小视频 原来无忧公司研发了一种人体强化剂 可以让普通人身体强化百倍 并且强化的过程中 只需要吸入他们研制的白色粉末就可以了 而强化剂的副作用 就是外貌会变成半人半马 格伦一听当场就崩溃了 自己刚刚貌似就已经吸食了 会变成人马的强化剂 董事长见状 联盟安慰他 刚刚你吸食的只是普通的兴奋剂而已 随后董事长向格伦解释 人马身强力壮 工作效率高 而且还很少发牢骚 如果能利用好的话 将来一定会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力军 而人马们也会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系统 甚至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 但眼下存在的问题是 人马一旦增多 很可能会组织起来进行反抗 到时候果不堪设想 所以董事长想要格伦这种人才变成人马 然后作为公司的卧底混入人马当中 并且成为人马的管理人 这样人马的体制就会得到控制 而董事长也会在五年后给格伦提供解读剂 让格伦恢复原状 只要格伦答应下来 就会获得一亿美金的酬劳 格伦并没有马上答应 而是选择回家考虑一晚 第二天早上 格伦决定放弃这份工作 他觉得自己不能为了赚钱 连人都不做了 结果却发现手机不见了 直到女友回家后才得知了手机的去向 原来昨晚格伦一时着急 把手机丢在了关押人马的房间中 聪明的人马拿着手机录了一段求救视频 然后发给了女友 格伦这才知道 那些变成人马的人 在董事长那里受到了非常极端的酷刑 而且董事长还威胁他们 不听话就把他们变成浇水 这下可把格伦给激怒了 没想到董事长竟然是这种无视他人生命的人 于是格伦背着董事长 放出了被关押起来的人马 并组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罢工 想要阻止无优公司继续生产人马 虽然警方及时赶来镇压 但还是抵不过身强力壮的人马 最终罢工毫无疑问的获得了胜利 人马们也重获自由 经过这次的人马风波 格伦选择了辞职 与女朋友回到了那个破车库生活 虽然日子过得有些艰苦 但这对格伦来说 回到起点才是最好的结局 但就在这时却又出了意外 格伦突然大脑一颤 一瞬间变得浑身充满力气 原来是董事长欺骗了格伦 那天格伦吸食的根本就不是兴奋剂 而是可以变成人马的强化剂 从此以后 格伦就基本告别了正常人的生活 他率领一众人马 担任起了与董事长斗士斗勇的使命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抱歉打扰》是一部在2018年上映的科幻喜剧片 作为一部搞笑而荒诞的喜剧 他向人们揭示了社会中的人心险恶 各种无厘头的段子 都暗中讽刺了种族歧视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原本卑微低下的抱歉打扰 成了名副其实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这一方面 导演发挥了自己的强项 十分巧妙的平衡了影片的趣味和深度 本片是导演不辞赖历自编自导的处女作 在现实中 作为活跃分子的她 在15岁时就加入了美国进步劳工党 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 坚持国际主义与劳动者的团结 总之导演的野心很大 想要批判的事情很多 所以这是一部值得去看看原片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弟解说就点关注吧 王弟讲电影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